今天就成功了 不光光顧于我 光顧 还光顧于中国所有电竞选手 我们要带着大家的梦想 走到世界之边 放手一搏吧 经历了那么多赛场 经历了那么多选手 最后感觉是把最信任的队友们 拉在一起的一个战队吧 达到世界级的比赛 那你就代表了是你的国家 代表了一个荣誉感和一个责任感 当你背负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信念感是不一样的 团队有的 两个团队智慧的部分 他可能需要脑力劳动 情绪的管控 手部的速度 和团队的配合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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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经过你旁边的一个大量枯燥的训练 你可能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职业选手 我要拿冠军 一是野心 二是能力 三是五个人到底团不团结 在这五个人最好的时间 他们凑到了一起 要干一件最好的事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状态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你爱打我打他 能打死中的 有很多的事 这种就是想证明自己的人 总会走到一块吧 这也是命令 为何你对我 为何你对我 可以意思 我很需要一种家族感 家庭感 大家都是亲人一样的感觉 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那共同经历 共同承担 我觉得一个问题 在这儿 不能冠军 相信队友 大家互相理解彼此 支持彼此 尤其是互帮护主义面上这样的